字幕提供 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 《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祥 《灿烂时光会客室》 是由公司新闻议题中心 PNN 公民行动影记录资料库 以及灿烂时光节目联合 自播的视讯跟音讯的节目 我们在每个礼拜天晚上的9点半 在公司新闻议题中心 PNM的网站会直播 之后会在公共的网站 会有完整节目的播出 我们今天的节目 要来跟大家谈一个 可能跟绝大多数的台湾的工作者 这些所谓的上班族也好 或者说一般称之为 老公也好 都有非常密切相关的一个议题 我不晓得 你们知道 今年开始 原来的国定假日的 放假日其实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就是有7个国定假日是被删减掉的 我想对很多人来讲 国定假日好像会觉得很奇怪 有些时候放假 有些时候不放假 到底有哪些 所谓的国定假日是被删减掉 可是好像我们又 国定假日虽然被删减了 好像我们台湾的公时制 变成是40公时的 所谓公时制其实又开始上路 那这个在一加一减到底对我们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富士全路工会的秘书 同时也是公斗的成员吴嘉宏 来跟我们一起谈这个话题 嘉宏你好 你好 嘉宏想先请教一下 就是我知道在这个过年前 或者说在总统大选前 就应该讲说去年年底一直到现在 工作其实也发起了非常多次的这种 抗争的这个活动 那其中一项其实就是有关于所谓的 主张要废止这个删除7天的国定假日 这个到底是哪7天的国定假日是被废除掉了 那为什么会被废除了 那为什么有些国定假日好像有放假 有些国定假日没有放假 嗯 其实这件事情它本来 其实我们看到说这7天 其实它的它实际上就是所谓的 我现在念一下就是 1月2号就是原本元旦的隔天是有放假 然后329 329的那个青年节 然后还有928的教师节 对然后还有10月20号的台湾光复节 还有那个10月31号的蒋公诞成 还有11月12号的国父诞成 还有12月25号的那个新鲜晋天日 那其实这7天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 大多数都是属于在党国时代的那个 政治意味比较浓厚的节日 那但是就是其实这个 它其实早当初它为什么会 会说要把这7天删掉 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民进党政府 他们上任之后 其实他们那时候 就有很大压力 劳动团体觉得说应该要实施周休二日 你说在2000年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对对对对 因为当初公务人员已经先实施 已经先实施周休二日了 而且那时候陈水扁总统 其实在那个那时候 工委会之类的 劳动团体的一个压力之下 他有曾经答应说 要在他的任内去实施周休二日跟40公尺 对但是后来就是民进党政府 其实没有办法就是去抵抗财团的压力 去落实真正的周休二日 所以他们后来就是 劳动部他们 劳委会那时候是劳委会 劳委会去发布了一个解释定 就说 那因为这七天 国定价值可能比较不合十里 那可以把它挪移到 就是那个礼拜六 就是有点像是公务人员 他也是少掉这七天 那就是用把 但是劳工的话 他没有真的周休二日 但是他 你可以透过挪移的方式 把这七天删除掉之后 那我可以在礼拜六带放假 这样子 这样听起来这个假日被取消 其实有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 他本来就是一个党国的 这个纪念的这个日子 所以在一个新政党轮替之后 看起来 他们会想要一个新的作为 另外一个就是 这样的一个做法 事实上去因应的当时民众 对于这个国定假日 对于这个所谓的 这个工时 这个减少的这个要求 那但是事实上工时 并没有真正在法令上面 政策上面减少 那这样的一个挪移 其实看起来也是一个 虽然在法令上面没有什么 很明确的这种所谓的改变 看起来是这样子 可是对工人来讲 有什么不好吗 其实这个问题就要 就要有两个层面来谈 第一个是说 如果说我们把国定假日单纯 当作是一个劳工休假的权利 来看的话 当初国民当初民进党政府 他透过他用一个解释的方式 实际上的时候是双周八十四公尺 那你每个每个礼拜是四十二小时 那叫你好像 那时候应该是隔周礼拜六会 会上班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他透过说 那因为他就不愿意把真的把它降到 三周四十公尺 所以说去跟企业说 那你可以去把 那七千国定假日删掉 然后就是来去让那个 老公可以再可以真的 实施那个周修二字 那部分公司的确也是这样做 可是他中间会出现一些问题 就是说 第一个是说 那其实你当初民进党 你答应的 其实是一个 你并没有设下条件 那时候就是说 就是企业团体要的 其实就是一个四十公尺 跟周修二字 那你今天是透过一个 我要删掉你 你部分的东西 来去换另外一边的东西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你是 其实说你 我只是跟你 就是朝三暮四的讨价还价而已 那实际上并没有真的说 在那个休假日部分 你真的有说一个 实际上的一个 真正的减少 那第二个部分是说 其实在这个整个 他那个劳动部 那时候老有会 答应说 可以做一个这样子 一个过程之中 其实很多的公司 是没有跟员工去协商的 所以说其实 其实员工也不知道说 这样子一个挪移 对自己是好或是坏 因为每个工厂 或者是公司 可能会有不同的情况 那所以说这样会变成说 其实当时的一个劳工 在不同的工厂 或者是公司里面 他的那个休假的方式 就会差异非常大 那很多可能很多一些公司 然后是会就是那个周修二日的 可是很多工厂其实是没有办法 劳工是没有办法享受周修二日 特别是在服务业的劳工的情况 所以说其实这造成一种 现在的劳工其实都不太知道说 哪些价是真的要放的 对那这又 这是一个当初民进党在一个 如果说我们看把这个事实工 把这个 大家当初一个所谓的假周修 我会称之为它是一个假周修二日 这样的一个震慑事情之下 其实造成了非常多混乱的一个状况 而且劳工的权益并没有真的被提升 它只是一个用交换来的东西 那第二个层面我会去问说 那所谓的民进党政府那时候讲这些 假设是不合十里的 可是这个东西它其实并没有真的在 公民社会的程式上被讨论过 包括说像是 像是那个教师节 或者像是行线纪念日 那这些其实我认为在 如果说现在那个中华民国的一个体制之下 它其实还是有一个 它有一个意义的一个纪念日 那如果说如果说国民党政府 它认为说这些是不合十里 但是我认为如果它是一个民主的政府 民主的社会 它应该还是要经过讨论的 而且你透过这个过程 其实你是在去满足一个财团的压力 我把这些假日删掉 然后实际上损害的是劳工的权益 那它并没有真的去看到说 国立假日它背后的一个对国家 或是对社会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蛮有意思 这个可以看到这个假日的废纸的过程 一方面它满足一种所谓的政治上面的期待 或所谓的国足的一种所谓的想象 或是它的确在过去的威权时代的遗毒 很多人觉得是要把这个东西给铲除掉 例如说包括什么奖功诞辰纪念日 或者说所谓的其他相关的节制 它觉得铲除掉 但另一方面这个所谓的 这个对所谓的威权的遗毒的铲除 其实也是回应到了这个所谓的财存的需求 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种 所谓的结合或所谓的结盟的关系 但是回到一个现实的状况来讲好了 就是很多的劳工他本来这几天就没有放假了 那取消国立假日来讲 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 那这个为什么你们还要去 这种所谓的进行抗争呢 那你们抗争的诉求又是什么呢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把时间拉到现在的2016 那现在他劳动部 国民党他的一个政府 他的劳动部去通过这样一个三数七天 他会认为说好像其实对很多劳工不会有差异 但是 大部分劳工本来就那几天就没有放假了嘛 对不对 这种这种这种讲法 其实所谓的没有再放假 是有可能是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就是他是实施我所谓的 刚所谓的假周秀二字 那所以说可能对这一劳工来说 他如果说有经过一个正常的劳资协商的程序 那劳工知道说那我要把这七天调到周末 那他就会在这过程中他确确不会受影响 但是但是另外一种没有受影响 可能没有受影响原本会觉得没有受影响的情况 可能是说他其实本来就不知道到底哪一些 途径价值要放 因为公司早就用挪移的方式 让他在一年之中去调换 变成他可能只是计算说 我一年之中会放多少天而已 那很多老公其实不会真的去算说 我到底是差了七天是哪七天 所以说这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他其实本来就是透过一个假周休日的方式 让这七天有就是有去调整 所以他的确没有放 另外一种他其实是他本来有放 但是老公不知道自己本来有放 所以说我会讲说其实在这个过程之中 其实很多老公是不知道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其实这个部分是 他这部分其实政府要负很大的责任 因为当初就是他是用一个解释令 他是用一个没有经过一个社会讨论的方式 让这个所谓的假周休日子的方式去实施 那他也只是一个部分的公司 好好在实行而已 我们看到很多的工厂 很多的服务业 他其实并不会真的过时所谓的周休日子的情况 因为他们可能需要一个持续生产线的运作 或者是持续提供客户服务这样子 比较就是因应政府机关的这样的一个办公室的人员 才能够享受到真正的周休二日 对所以你们主张呢 所以你们主张是要恢复那个国定价值 然后让这个国定价值又直接的放假吗 还是有什么其他更具体的做法呢 其实就公斗团体的主张来说 我们很明确的就是认为说国定价值的问题 其实就是一个劳工的休假权利的问题 所以说当然在这部分我们会认为说 那怎么样去看待这一些 就是在党国时代去静下的纪念日 是可以去讨论的 但是我们认为说 劳工的休假它本身就是一个权利 你不能够说 因为这些假好像看起来比较不合时宜 所以说我们把它废掉也没关系 因为你其实就是在增加劳工的工时 增加劳工过劳的可能性 对那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最近有一个民党立委 应该是王定宇 那他提出说 在那个我记得是4月16号 要纪念自然农的智本 定为言论自由子 但是他很有趣 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 那个立委就已经提过了 那第二个是说 他提出这个是希望是只纪念不放假的 也就是说现在其实 这些民进党立委好像会说 那我要转型正义 那我要有一些那个纪念 这些追求民主过很之中的一个节日 可是他们依然不会去挑战一个资本家觉得说 我现在就是要劳工不断的工作 来为我的那个真正产线服务这样的状况 他就是一个希望只纪念不放假 那在这个回忆中劳工的权益其实是都被忽视掉 嗯 这个我觉得有点复杂 就是一下子他变成是一个放假 然后这个放假又涉及到某种的政治的意识形态 因为绝大多数国家的假日 事实上都跟某种的政治价值是有很大的关系 那可是他又变成是一个劳工的 这种所谓的这种所谓的公时的这个部分 那你们为什么不直接主张说 我们就上低公时就好 那就不要去管这个国定假日 呃跟这边人在格格提 然后搞得非常非常复杂 那就直接主张这个价工时减少就可以了不是吗 呃这部分的话其实他要讲起来 所谓的工时减少 其实我们会发现说他其实 工时减少他要经过很多的配套 才能够确保劳工真的有放到假 嗯 怎么说因为 其实现在那个法定对于一个 工时挪移的方的一个限制是非常的薄弱的 嗯 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工厂他其实会 就是他直接用那个总工时去算出说 六天那我可能就是礼拜一到我可能第一天到第五天的时候 就让他都上都上六个小时 都上六个小时 都上七个小时 七个小时的话 七五三十五 那这样五个小时 那我第六天就让他上五个小时 嗯 看起来这样的工时是有减少的 但是他实际上的工作日却是却是增加的 所以说我们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在于说 呃工时跟跟休假日这两件事情他之所以会采有那么大的差距 就是因为现在政府对于挪移工时这件事情的限制其实是非常的少 那也就是说资方可以透过一个表面上的挪移工时 让劳工实际上达到说他还是必须要来上班 而且户主只要用比较低延的成本 比较低延的加班费就可以让他就是在一样工作日一样的工时 嗯哼 我觉得这是一个还蛮值得在进一步讨论 特别是挪移工时 其实像包括像我自己在的学校中正大学 其实他是一个公务机关 那这个其实我们有出现一个很好玩的现象 就是说这个我们寒暑假事实上大部分的行政人也没什么业务 所以我们上班时间是会减少或者比较弹性 可是现在有一个新的规定进来 就是说好那在正常的开学日的时候呢 你要把你在之前这个所谓的寒暑假放假的这个 这个时数 要补到那个正常的开学日 所以他们就出现一个现象就是中午 原本应该可以休息一小时的这种上班休息时间 现在只能个休息半小时 那这看起来是一个很合理 就是说你那边已经放假了 然后这边再补上来有什么不对的呢 就是那个在一个total一个pool的这个状况之下 可是这你刚刚谈到的这种所谓的限制很少 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限制看起来 这样的挪威看起来合理 可是对工作者来讲 哇他突然间一天只能够休息半小时 那那个其实在身心的压力上面又是很大 我们待会会回过头来继续的讨论 这个国际价值的问题也会在 从这个所谓的工时挪威 这个在很多行业里面都开始出现这种弹性化的现象 我们再做进一步的讨论 有的会问说啊 这七天过去不是就已经没放假了吗 在过去这些七天之所以莫名其妙的没有放 并不是法律上面没有 劳动机会法施行记者一直都规定 劳工国定假日是包含这七天的总共是十九天 但是因为过去实施的仍然是双周八十四公时 劳动部自己片面解释 如果你的公司已经进行了是单周四十公时了 所以你每个礼拜好像少工作了两个小时 那这样的少的数额就可以让资方片面来宣称这七天假 可以不用休假 做一个挪移的动作 这个挪移我们当然让我违法 但无论如何 到了今年一月一号开始 我国已经实施单周四十公时了 也就是公时缩减 公时缩减之后 劳工的七天过定假日 依法就再也没有农移的权利 依法劳工再也没有所谓 好像少工作的问题 以至于这七天本来就很少休假 然而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我们的政府就主动大比方 资方议会把七天砍掉 欢迎回到灿灿时光会各式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祥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跟他谈的是一个跟绝大多数的民众朋友都有非常大的关联性的就是 国际假日有七天的国际假日他是被删减 那当然觉得说这些国际假日像什么 台湾光复节 行线纪念日 讲空戴城纪念日 这些可能都是一个党国的遗毒 或者说他本来就没有放假 删掉就算了 都有产生什么样影响 其实我们刚刚谈到 他事实上是一种所谓的公时挪移 以及其实他反映出 他并没有真正的放掉 这个所谓的周休二日的概念 所以在台湾的所谓的劳工的公时 在有所谓的国定假日的情况之下 都已经是全球第三第四名 现在一删除之后 恐怕公时又要变成是另外一种世界的奇迹了 今天在节目现场的 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天的是 宫斗的吴嘉宏 嘉宏你好 嘉宏想要问一下 这样一种所谓的国定假日的休假 然后也跟放假被砍掉 然后他也是一种所谓的弹性劳动的公时 或是公时挪移的这种情况 其实在网路上很多朋友都会提到说 对打工族的影响是什么 因为放假 国定假日他本来就没有休 然后这个又是一个跟公时挪移有关 对他们的影响会是什么 这部分其实很明显的 因为打工族其实在国定假日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允许装备的工资 对那其实这也是正常 就是说其实国定假日应该是大家应该要放假的节日 那他在这个时候出来会为大家服务 那其实是会付出更多的辛劳 所以说其实他在这加班费的部分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打工族 在国定假日的加班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收入的来源 但是如果说这7天删掉原本是19天 那等于删掉7天之后下12天 那就是说这样子一个三分之一的国定假日被减少 就让这些打工族他实际上在收入上会减少非常多 其实我们有稍微统计过 如果说全台湾劳工他这样子去算 其实我们其实如果把这国定假日看出 他就是一个加班费的反应的话 其实大概就是去台湾劳工大概 每个平均金字大概38,500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其实800万的劳工 其实都会大概损失800亿元 这样的一个加班费的薪值 这其实没有错 我觉得还蛮重要 就是国定假日原本他会有另外的这个 新式的计算方式 可是一旦删除 看起来是一个合理 但是事实上背后隐藏的非常非常多的不合理 那我们知道因为这件事情你们也到民进党 也到国民党 然后也到劳动部 那甚至也去赌各政党的候选人 那这些候选人他们在面对 或者是这些政党 在面对这个议题的时候 他们的态度跟反应是有种不同 在过去我们知道还没有选举 那还没有这个选完这一回事 可是现在已经民进党执政了 你们是不是还有继续的去叮蔡英文 或者是怎么样去解决目前的这样的一个 国定假日被删除的问题 这部分其实当初在国定假日 这个散三七天的时候 其实当初最早出来是高教工会 跟团结工年去抗议 那其实在那个去年 他们9月开始就去抗议 那到后来公斗成立之后 那其实也有持续在 就是说对于这个 谈议长党去做这样的责 去疑问说 到底对于国定假日被三七天 劳工权益受损的这个态度到底是什么 那去年12月的时候 高教工会跟团结工年去立法院 拜访那个立院的党团 那其实会发现说 国民党他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诉求 而是不愿意去 不愿意去回应的 对因为其实我们会希望说立法院 他透过一个审查的方式把劳动部他的行政命令去做去做驳回 那在这方面国民党是不愿意去表态的 那另外一方面民进党在这部分 他其实他做了一个比较迂回的回应 他就是那时候答应 那时候他透过一个 就是先把他提入要做准备要审查 但是后到后来他到现在为止 从去年蛇约到现在都没有做实质上的审查 那这部分反映就是说 其实那时候民进党他没办法承诺 说到底党团的态度是什么 是不是要恢复这七天 去把这个劳动部的一个行政命令的修法 去把它去把它驳回 那到现在他其实也不愿意去做真的 去把它驳回的动作 那这部分的话 我觉得要说明的更清楚一点 就是说其实当初我们就是说 公斗其实透过不断的一个抗议之后 那这还终于说获得说民进党我觉得说 我现在再不去回应这件事情不行了 那种状况是说民进党蔡英文 总统候选人他那时候是 在那个旗下公商团体的邀请之下 主动去参加他们的面试 但他其实没有见过任何的 这个全国性的劳工的团体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看到说 公斗去问蔡英文说 为什么你是愿意见的是财团 而不愿意见老公 那因为在这种强烈的压力之下 蔡英文才愿意说 在今年1月4号的时候 和那个公斗团体 就是说会面 那对于说公斗的这些诉求去进行回应 那在国定假日期间的这部分 蔡英文很明确的回应说 那既然公斗团体觉得说 国定假日三七天会对劳工的权益 其实是有其他的损害的 那在没有一个确定说 这些权益不会受到损害的情况之下 没有配套措施 那立法院就会 透过一个审查的方式 把他驳回 但是我们虽然看到一个 这样子一个民营党的总统候选人 而且现在是当选人这样的一个承诺 但是到现在 我们看到立法院的民营党党团的态度 其实是非常曖昧不明的 那我们其实有透过 现在依然是透过 一个询问的方式去了解这个案子 他既然已经提入准备要审查了 那他现在民营党到底在什么时程上准备要去审查 就我们自己计算来看的话 因为他有一个期限是三个月 那如果说扣除立法院的修会期间的话 其实我们会看到说在大概在四月底左右 其实是这个法案 我们能够立法院能够去驳回的一个实现 但是我们现在 透过我们去询问民营党的相关委员会的委员 他们其实是不愿意承诺说要在 设计这个期限之内去做 去对国定家237的行政命令去做 去做审查甚至驳回的 所以说这部分其实我们对于民营党的态度 其实是非常不乐观的 所以其实从一个解套的方法的做法 就是说虽然劳动部通过了这项的修订 可是在立法院这边 他其实还是可以透过一些审查会的方式 去审查或者是去驳回 这样的一种劳动部的主张 对吗 对 但是其实刚刚也谈到一个非常有趣的 就是说你们去拜会蔡英文 觉得这事情好像蛮严重 可是说实在的 蔡英文在选前的时候就说过 台湾劳工的价值还是放太多了 然后他也在选后之后 他的起义之旅 也去要组台湾队 然后要去经济发展 然后也去拜访很多的这些工商界的 这些工种这些大佬 商种这些大佬 那有拜访过劳工吗 那如果没有拜访劳工 为什么还要对蔡英文 或是对 你也谈到说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也提到 不是愿意很那么直接的说 要怎么做 而是一种迂回的回应的方式 那还有什么好期待 这些所谓的新的政府 或者新的国会呢 管老师问的这个非常好 其实我们原本其实工作在成立的时候 他原本就是要针对总统大选 这样子各政党 他虽然说推出候选人 号称说他要去 能够执政 去能够引领这个国家 但是我们会质疑说 他对于劳工的政策 其实都没有提出一个具体的方向 所以其实工作当初是要求 候选人在选前去做出承诺 但是其实在这样状况之下 看到国民党跟民进党 其实在选前都百般不愿意 那民进党是在 那个终于被 几十场的抗议打击之后 他才愿意出来 那所以说我们会认为 其实我们早就觉得说 民进党他作为一个当初 其实就 已经 提议说要把这期间删掉的一个 在他在执政的时候 已经觉得这期间要把它删掉 他现在能不能去 能不能去回应到这样的事情 我们其实是认为选后 才是要持续去跟他监督 甚至说看到他不愿意去改变的时候 其实我们还是要去跟他 持续的抗议跟斗争 我们认为说 公时的问题 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 就有一个前车之鉴 我前面已经提过 那时候 那个在春斗的大游行 那时候劳工团体准备一个 举办了一个春斗大游行 在选前 去要求各政党总统候选人 签署要落实40公尺跟周休二日的诉求 那其实国民党跟民进党的候选人 那时候国民党是连战 民党是陈水扁 他们其实都有签署 他硬说要去实施 但是在选后 他们其实很快的就跳票了 后来才会发生 最后变成一个协商之后变成一个 双周84公尺的一个状况 那我特别要提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在2000年 他其实台湾出现了一个 在自主公运的一个过程之中 最后集结起来的一个 全国产业总工会 但是全国产业总工会 虽然作为一个 他是自主公运出来 而且他也就是 会集了那时候公运的一个期待 他能够成为一个 就是全国性的自主公会 来去对国家级的劳动政策 能够做出一些批判跟改善的 这样子一个功能 但他后来其实是被民进党的政府 完全给收编的 我们看到后来 那个民进党介入全产总的选举 那后来他的一个理事长 竹天林去当民进党的 分居立委 然后后来当上二位主委 那他们全产总在对于 这个40公尺的一个落实上 其实后来立场是完全退缩 我真的是把民进党去背书的 所以说其实我们会不断的去强调的 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工会 在这样子的一个选举过程中 没有去不断的表达我们的意见 还有不断的去对于一个错误的 执政方向去请抗议的话 那其实最后你换过来的 你期待政府去做 他去做出来 其实就是一个他会去跟你 他会去跟你瞧 他可能为了说 我不要失去我的选票 跟那个被人民太堵然 他会去瞧 他会用一些交换的方式 比如说那时候两千年的 那两千年那时候 要做双周84公尺的时候 那民进党他还有一些 但书哦 他就是说那我要做 八周的一个弹性公尺 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个 对于一个公尺的弹性化 更加去放宽的一个情况 那他就是 他这样子一个在产生的恶果 就是说 那劳工的过劳的可能性 其实会增加 因为所谓的八周弹性公尺 就是我可能前面 前面让你不断的上班 不断的加班 最后才让你休息 最后才让你休息 那这个其实完全违背 一个人的 周体能够复合的情况 但是他会符合 一个商业 一个工业 他可能需要的一个 推进产能的一个 一个淡季 一个旺季的情况 所以我会说 这样子的一个 公尺的政策 如果说劳工真的去 感觉到说 我们现在是属于过劳 我们社会是属于过劳的 但是却没有出来去 持续的监督跟斗争的话 他最后就变成是一个 朝三暮四 我今天政府就说 我现在可以给你 但是第一个 他可能会被打折 第二个说 我会拿其他的东西 来跟你换 所以说我们会认为说 现在包括 已经开始出现声音 说除了国立家庭期间之外 还要去增加 每个月的加班上限 像这种 其实都可以看到 如果说我们 整个台湾的公运 台湾的一个社会运动 没有真的对于过劳的情况 去提出一个 够积极的批判跟监督的话 其实我们换过来 其实都只是 只是跟原本的条件一模一样 甚至在这个整个过程中 我们已经 迷失我们自己的方向 最后被资方跟政府 管转在鼓掌之间 担心的是这件事情 对没有错 我觉得其实 刚刚可以这样谈下来 其实会发现 就是例如说回到 我刚刚谈到 以我们学校这些行政人员的例子 看起来把所谓的暑假 已经放假或休假时间 然后挪到平常 看起来是在合理 但是它就是一个弹性公司 或是一种劳动公司 摩疑的这种惊喜 可是回到一个现实的状况 是你挪过来 好看起来合理 可是事实上 在所谓的正常开学日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过劳的情况 因为它不止中间不能够休息 其实大学的业务量 也非常非常的多 另外更根本的问题是 我们也没有好好的去检讨什么呢 检讨我们在台湾的这个劳动的公司 是不是已经过场到非常非常过分的 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还去 所谓的 在那个挪动的过程当中 或者说我们觉得 某个部分是一个放假 那恐怕一些根本的问题 它其实没有被解决 当然特别提醒的是 这些政治人物 要他们承诺 我觉得是必要的 这是本来做的政治人物 他可以做的事情 可是能不能够实践承诺 恐怕也不是政治人物 他自己能够去 这个答应的 或者是他能不能做到 而是反而是 在这个所谓的人民的力量 到底有多大 劳动力量有多大 这恐怕还是一个更重要的关键 今天非常谢谢嘉宏来接受我们访问 也让我们对这个议题 有比较多的了解 希望下次有机会 能够再继续访问嘉宏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 谢谢大家的收看 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拜拜 下个礼拜